正在直播,陈宇飞对阵和冰交 中国一届能否避免三连败 大家好,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七点 印尼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由两名中国选手陈宇飞对阵和冰交 本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决赛 由于两人提前相遇,所以得比战 只能有一人胜出,一人被淘汰 这是令广大球迷非常可惜的 如果分在两个半区 有可能会出现中国选手争夺冠军的局面 所以两人提前相遇,让广大的球迷非常纠结 手心手背都失落 不管谁进入决赛 都希望他们能拿到冠军,打好下一场比赛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陈宇飞的状态一直不是太好 而另一名队员何冰交却处在上升的势头 这两人一共交手过十次 何冰交胜了六场,陈宇飞胜了四场 在最近的两次交锋中,何冰交都战胜了陈宇飞 中国得比,何冰交还是稍战优势的 本场比赛相对来说,对陈宇飞是比较重要的 只有取胜才能避免对何冰交的三连败 虽然本场比赛输赢对两人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是运动员最难克服的一点 所以本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 希望他们两人都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 看看是何冰交的进攻厉害,还是陈宇飞的防守厉害 期待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不管谁获胜,我们都为你们加油助委 也希望获胜的队员进入决赛后能够再接再厉 争取再胜一场,拿到冠军 由于本场比赛央视体育频道没有安排直播 大家只能通过网站来观看本场比赛 到目前为止,知道的有抓饭直播 南京体育和优酷视频将进行现场直播 估计还会有其他的网站来转播这场精彩的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 不要耽误了观看比赛 为他们加油助委 感谢广大球迷的收看,谢谢大家